大家好,我是树侯,现在我已经在家里了 看一下我身后的两辆车子 是不是特别熟悉 都是我之前在国内自驾游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子 一辆是50面包车 改装的越野风格 底盘身高等一系列改装 然后一辆是北汽永世 四驱 硬派越野车子 也是里面改装了一些内饰,改装成一辆床车 之前有朋友看到我这辆车还没有出手啊,因为之前有朋友要 但是后来他又不想要了 所以说就又留在我这个了 一直在家里闲置啊,这两辆车 大家知道我还有一辆车是 开到了塞尔维亚,然后 就 滞留在塞尔维亚那边了,也没有开过来,因为签证到期了 然后昨天收到了那个,出来申请签证 昨天又说到拒签了,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过去开 只能再重新申请,然后 通过之后再把塞尔维亚那辆车子给开回来 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子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之前也有朋友想要这辆车子,但是一直也是没有卖 出头对这两辆车子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因为一直都是在副驾驶跟着我自驾游 这边拿了这两个车的钥匙 我估计打不着,所以拿了个打火线 看一下这个内饰啊 都做了这种皮的软包 然后后面也是全部改装的床车座椅 一个是在往上买的,一个是在房车厂那边的原装座椅 四周座的这种窗帘 先试一下这辆车子能不能打着吧 踩着离合 没有一点点反应了 因为这辆车 怎么在这放了好 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说打不着也是正常的 先试一下这辆车能不能打着吧 这辆车之前在房车厂改装的,应该是后面大离电,应该是可以打到的 看一下,这个也是做的这种皮质的包裹 然后后面是改装了一个露营车的风格 这里面还有水盆,后面一个床 旁边那个电池显示还有56% 是有电量的 刚才安这个开关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 我估计 也是亏电了,这个没电了 因为在这放了好几个月了 这辆面包车的打火电池是在座椅底下 并不是在这前面 看一下后面 是不是那个后面改装的床车那个垫没有连接上 出的很熟悉的就上车了 看一下这辆车 这里是有打火线的 挺好的 之前借给小鹏开的 然后这也是四面都装了这种窗帘 不过这个窗帘没有那辆车的窗帘好 这是在网上买的那种 然后那辆车呢是在房车上定制的 这里显示还有56%的电量 这所有的电都是关闭的一个状态 然后一边气 这是一个电压表 把窗帘拉开 应该更亮一点 看一下这下面 这个是装了一个600A的离电 是7.2度电 这个电池非常大 就这一个电池好像是六七千块钱 不算逆变器什么都不算一个单块电池 然后这里还有太阳板 一些保险丝 这个是隔离器开关 把这个隔离器开关打开 应该这辆车子就可以 打得着火了 看 直接就有电了 隔离器开关一打开 应该直接就能打着火 这辆车我买来的时候是 3万多块钱 但是加上后期的一个改装 总共花费了将近9万块钱 很轻松的就打着了 很轻松的就打着了 而且打着之后呢 这也是我改装的一个屏幕 一个触屏 先让这辆车 在这里着一下 打开窗拖拖器 这辆车改装还是非常满意的 你看打着车之后 这边直接就开始行车充电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充电的电流 达到了900多瓦 看到没有 充电的速度达到900多瓦 这是一般试电也很难达到这个充电速度的 所以说这辆车的改装还是 很满意的 只不过 这这这 这都凋了 到时候把这个直接拆掉 这个玩意儿 不太有用 然后不知道 这还是有水的 电 水泵 一辆越野风格的面包车 大家知道之前我开这辆车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烂路 所以这辆车也是折腾的够呛 但是因为给它做了底盘升高 换了四条越野轮胎 它的一个越野的通过性也是提高了很多 当然它的油耗也是高了一丢丢 应该是 这辆车应该是八九个油 柴暖加注口 这车里面是有柴暖的 这个是车里面垫的一个户外 充电口 都积灰了 都是灰 并不是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这辆车 我是不卖的 就是打辛迪利也是不卖的 铁将军的一个胎压监测 四个都是有胎压监测的 这种轮胎 轮胎加轮毂 一个轮胎就是 将近一千块钱 然后改装的 升高减震 在里面加的ABM的 升高减震 后面的轮胎也是做了升高 给它加了钢板 本来是三块钢板 现在给它变成四块钢板了 就是做了升高 这边是有四路监控的 看一下 车的四面监控全都可以看到 看除了都站在这 又站到白车底下了 车的四路监控全都有 后面有朋友想开的话 可以借给他去玩这样子 然后以后不开的话 我也可以放在家里 自己当一个露营车 开出去玩 车上有水有电 也是特别好 一辆50面包车 当时也是我花了 花了很大的心思 才把它改装成这样 尤其是做那个底盘升高 改装越野风格的这种 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现在来看一下 这辆北汽勇士 首先这辆车非常高的 看我站在这里 还有那么高 我是身高1米8 这个车的空间非常的大 这辆车 我改装的一个费用 大家应该知道 并没有花什么钱 在房间厂 他们因为友谊的一个关系 然后免费给我改装的 里面的内饰 包括灯 一个整体的内饰 座椅都是免费改装的 不过买的时候是 5万6 然后我自己又加了一个脚盘 是3000块钱 这就将近5万9 5万9再加上 买保险 然后 一个保养 说是6万块钱的成本 很正常了 这辆车就是一个 纯正的 大铁皮越野疙瘩 就是操控开起来特别的不舒服 而且还非常耗油 耗油 也是指越野车 因为越野车一般都是这个耗油量 也不是说特别耗油 一个特别高的底盘 这是家的一个脚盘 一次也没有用过这个脚盘 新的一个金刚的脚盘 3000块钱 全车唯一的 唯一的那个 智能性 就是这个自动的液压杆了吧 车没电了 看一下这个电池 比较老旧了 准备去给这个车换一个新的电瓶 发动机什么 很干净的 准备搭一下电 把它把这个电瓶给充一下电 充满 把它打着 对这两辆车呢 都是有 很大的 情怀的 因为之前都是 当做家一样 在路上去生活 一直都生活在车里面 都是有情怀的 那两 尤其是那两车花了很大的心血 这辆车的话 先打着吧 打着给它充动电 然后开到我们镇上 让师傅给它换一个新的电瓶 这两个车开起来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因为一个是 五档 我现在开这个面包车是五档 然后前面那个北汽的越野是六档 所以开起来也是有差别的 去挪一下车给这个北汽车 打着火 这样 开的那么近了 哇 这才叫技术 一直也没有了 一个手指也没有了 这主要是不是技术 是意高人胆大 就算顶到了也没有任何关系 不知道这个线能不能 接得过去 太短了 估计很难接过去 给这个电瓶接上了打火线 然后 夹在这个电瓶上面 不知道行不行了 肯定有电了 加上 试一下现在能不能打得着 不行了 这样连接电瓶 现在这个车正在给这个电瓶充电 这样也算是 也在给他一个 现在也算是给他充电吧 等停一会再来打一下 试一下 看一下这辆车的轮胎 是比这个突出了那么多 后面后面也是这样子的 出头 来 看看又吃胖没有 接下来我在家里呢 就是再次准备资料 再次准备申请欧洲申根签 然后这段时间可能就在家里了 也是要等待那么长的一个周期 再次申请 再次申请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不知道还有能不能 再通过 我还要再看一下方案吧 看大家给我的一些建议 我要怎么申请 充了一块电 现在这辆车打着了 去我们镇上去给他换一个电池 在这出头一起 先把这辆车 这辆车没任何问题 给他换回原位 开这辆车 来 走了 好 好